各種市是一新路上 出現一公尺大坑洞 一早外首開挖 原來凌晨3點多 有一輛進口車 經過輾到坑洞 當場爆胎 就是左後輪落轟 大半夜碰一聲 駕駛嚇壞了 但同一個路段 三年前就有水泥車經過 整輛車下線卡在路面 那邊以前就已經有 有發生過一次 就是水泥車經過 就突然下線 五點半你全部給我做好 做不好就砸你的頭 這幾天副市長才發飆 痛罵公務局長強說慢吞吞 光是8月1號 鳳山建國路坍塌 隔一天凱旋路又有巨型天坑 再來5號鳳山水溝塌陷 加上這次的一米坑洞 短短6天高雄就有4起路面塌陷 重車也多 然後下面又管線也多 高雄地下管線複雜 不是一天兩天 是否沒有積極巡監搶收 才會連接發生塌陷意外 哪裡破 裁補哪裡 讓高雄民眾出門 膽戰行驚 這次是蔡雙喜瑪嘉瑜高雄報導 嘗有很多人 測器因為水溝塌陷意外